这个任志强肯定又要来这个骂这个曹先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 他总说他是他是老王卖瓜 他是业内人士 是吧 他肯定说自己的东西要涨价 他肯定不能不能往下跌的 你刚才说保障房 他说这个北京啊 咱们来算一算 这个商品住宅的用地啊比较少 最主要的还是一些政策性的用地 包括是这个单位福利房的用地 经济试用房的用地比较多 那这一块 所以我们拿北京 北京真的很特殊 我们拿北京来看 中央政府北京政府 那么多官员 那么多企业家富人 然后长得漂亮的 全集中在这个城市 口的都在全国各地吗 他们愿意到这来淘金 对对对 淘金机会太大 跟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样的 跑到这来淘金之后呢 我们发觉很多东西 它是不按照市场来说的 因为很多你如果是 你想我们拿那个来说 你比如省技术或者这些部门 它工资很低啊 三千块 刚进去四千块五千块 工资很低 你进去在很好的地方 有一套房子 或者你进什么某一个部委 你发觉你五年之内 以每平方米两三千的代价给你两套房子 集资建房 你要不要 他这个中央政府 中央机关呀 就是叫单位资建经济试用法 这个政策98年以来就没改 对 而03年之后 任其他地方都取消了 只有中央机关还保留了这个好处 这样在他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四千块 现在可能四千五百块钱 就是可以买这个保障房 那当然也是部长优先挑了 是吧 也是一百三百平 两百多平的这个房子 而他周边的 因为他位置都在二环之内的 周边的价格基本上是十倍 对 这个房子的过几年之后是可以上市的 所以说对他来讲 你说他肯定希望房价周边房价贵一下 可以上市 所以他越有拥有这个保障房 他越漠不关心高房价 他越希望房价涨 这真是高福 在一些人群当中已经实现了高福利了